欢迎收看科技看非凡 我是思雨 我是思汉 观众朋友应该都有感受到 最近的每一条新闻 大家闲聊时的话题 几乎是全都离不开这个公共卫生议题 有没有去人多的地方啊 有没有戴口罩啊 室内有没有通风 所有人都上井了发条 思雨你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呢 确实哦 因为像是我们在电视台的工作性质啊 要播报要采访 不太可能只有在家里头上班 所以为了自己 还有同事们的健康安全 原本就很洁癖的 我现在会更加的注意 卫生还有环境的通风 不过也有一些很两难的地方啦 像是譬如说我坐公车 或者是在坐继承车的时候 希望可以把窗户打开 要保持通风 但是呢 却因此会吸到一些马路上的废气 其实还是还蛮困扰的耶 其实这样的困扰不只是私于有 教育部是发函了给各级学校 为了维持室内通风 建议教室要开窗开门 尽量不要使用冷气空调 但这个呢对于一些处在河岸 沙尘比较多 或者是工业区附近的学校而言 这个麻烦就大了 而为了要监测孩子们 他们是否正呼吸到有害的空气 相关的智慧监测系统就派上用场了 透过及时空气数据的呈现 让教室里头的老师们 可以针对当下的状况 做出最好的应对 也搭配所谓的腥风系统 过滤换气甚至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 不仅是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可以神经气爽 背后所收集到的大数据 以及AI演算法的推算分析 更有助于改善设备装置之后 能够随时依照环境来进行调整 而随着室内空气品质 更加受到重视以及法规的建立 台湾健康呼吸计划也跟着起跑 接着就跟我们来到高雄 来看看到底是如何实践 小朋友坐在教室里认真上课 朗读课文 来到高雄市大辽区朝辽国小 学校的学生人数少 校地又大 老师能全心照顾孩童 只不过在这快乐的学习天地 却有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困扰着当地师生 甚至影响到孩童健康 我们学校是都在为高雄西 那其实学校不管任何时候 它的粉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也为大化工业区的旁边 其实很多工业区的一些烟囱 其实都会利用晚上去拖排放 所以其实如果早上我们来到学校的时候 觉得烟困满满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说的就是 前一天的烟囱排放 造成我们的整个PMD5的标高 校长说得很无奈 因为当地确实曾在2008年 发生过严重空雾事件 导致近百名师生送医 而登上校舍的顶楼 果然在不远处就能看到 大发工业区厂房的烟囱 甚至只隔一条马路 就是工业区的污水处理厂 同时在走廊上楼梯间 也能看到不少基层 问题严重要如何防范 附近工业区所排放的一些 废气的异味 可能有一些塑胶味 或者是一些可能燃烧东西的一些味道 对那就是小朋友也很容易就是说 鼻子的部分容易会流鼻水 或者说打喷嚏 然后或是可能喉咙干咳这个状况 那安装了之后 我们使用过后发现 就是小朋友在室内 就是状况有改善很多 保护小朋友 特别是对环境更加敏感的 附设幼儿园 老师说已安装的法宝 就是墙上的新风系统 以及空气品质监测器 不论是PM2.5、PM10 或者是TVOC 挥发性有机化核物 只要超标 圆形的绿色灯号 就会转为成红色 这时新风机自动开始运转 不仅过滤有害物质 更能和外头的空气来交换 降低二氧化碳浓度 像我们整个教室密闭的时候 它二氧化碳飙高的时候 其实就从外面去引进了 新鲜的一个空气 让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不会去昏昏欲睡 教室里面的空气进化 跟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 家庭人数少 它最主要把PM2.5过一晚 就觉得它就很好了 但是学校呢 因为人数多 那人数多呢 一班大概一班 一个班级大概25个 那25个人产生的 修涂量是蛮大的 生产新风机的业者表示 在不同的场域 本来就需要不同的机型 使用的滤芯也大不相同 但要如何在正确的地方 使用正确的解决方案 助规化的监测系统 可以让传统空气产业 更上一层楼 一个过滤装置呢 它的好与坏呢 假如没有一个政策平台 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不知道 它装钱跟装货之间的差异性 甚至你现在到大卖场 它都必须规定 告诉民众 进来的民众呢 要用颜色来表示 现在这一个环境里面的 空气品质的好与坏 法规让室内的空污议题 更加受到重视 也推动了产业及科技发展 以及空气侦测系统 以实际上线的潮流国小为例 除了及时显示空气数据 坐在办公室里的校长 也能用手机掌握到 哪一间教室的空气状况不佳 同时获得的数据上到云端 家长看得到能够放心 学校也规划成大数据学习课程 让学生从中学习 让人们可以去了解说 自己的环境怎么样 才能够知道健康 你应该注意什么地方 那或者说 你可以透过你知道的环境 可能不是你想象中这么好 那你应该怎么解决 更加了解自身的环境 监测系统还能看到 温湿度、照度、甲醛、臭氧等等 共十种不同的监测数据 透过统计交叉比对 还能算出霉菌量 或者是群聚感染风险 此外大数据以及AIoT的应用 也可以优化新风机台的使用模式 像是开机的时间时长 增加效率达到节能效果 现在有做一个台湾健康呼吸计划 而这个计划 其实我们就是让大家 先去了解环境的空气 不管你是学校单位 或是刚刚讲的你被规范的单位 甚至是你想要了解你的空气的 精准地做到诊疗啦 诊疗完之后你要提供 想要什么样的改善 我们也会告诉你应该用什么设备 目前该智慧化的空气监测及清新系统 在校园中已经导入了800多个场域点 若加总其他应用就有超过1400多个点 特别是在受空污影响较严重的 更加快速 透过科技与创新守护台湾人 呼吸的健康